这个就是蝴蝶兰 这个季节买回家的蝴蝶兰 一般都是没有花朵的 因为大部分的花朵 它的形成时间一般都会压在过年前后 在年宵花的时候上市 一般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没什么花 但是如果你喜欢蝴蝶兰 可以把它买回家 练练手 因为很多人都养不好它 这段课程 我们将详细的教大家 家庭养蝴蝶兰的简便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来看吧 第一点说光照 蝴蝶兰一定是一种 喜欢散射光的植物 惧怕阳光的暴晒 什么叫做散射光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手上接受到的就是直射光 这个直射光晒在人的身上 会形成一个光斑 那我手上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暗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明显没有这里亮 对吧 这个位置就是散射光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 代表它接受了一定的阳光 但是却没有明亮的晒斑出现 这种位置就是散射光 一般从玻璃撒进来 能够照亮的位置 却晒不到太阳的直射光的位置 全部是散射光的位置 摆在那里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呢 蝴蝶兰对通风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 你在摆在家里的时候呢 不要摆在比较密闭的房间 那种从来不开窗的房间 是不要摆的 一定是摆在一个啊 通风的透亮 却没有直射光的房间 就可以了 第二点来说浇水 蝴蝶兰的浇水啊 一定要少 为什么呢 我打开这个苗 给大家看看 你就知道了啊 我把这个培养杯给它打开 推一下就开了啊 来看看这里面 蝴蝶兰啊 它并不是用土壤栽种的 而是用水苔种 这就决定了 它的保水能力非常的强 用水苔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是一种复生植物 需要呢 攀附生长 这个水苔能够给它一种 根系的攀附感 所以它很喜欢在水苔里生长 但是呢 水苔自身的缺点就是 保水性太强了 所以咱们一定不能啊 随便的给它浇水 如果呢 你是养在这样的培养杯当中 只要让它的这个水苔啊 长期保持微微的湿润就可以了 不干透就行 因此啊 每次浇水就是一丁点 让它保持微微湿润 千万不要把它全部都浇透 否则啊 极容易浪根 那有没有什么 比较简便一点的 养蝴蝶兰的方法 因为很多花友都控制不好 浇水量啊 怕忘记又怕浇多 那有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啊 也是网上非常流行的方法 那就是水培 蝴蝶兰的水培啊 它呢 并不是说浸在水里 我们需要呢 去购买一个水培的容器 购买之后呢 我们先在这个盆底啊 加上一些清水 一点点就行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水培瓶 里面的盘托放在里面 接着呢 把蝴蝶兰放上去就可以了 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然后呢 压实 像这样就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它的根系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下涨 慢慢的会涨到水里 在整个养护过程当中 是不需要给它浇水的 那关键的技巧在哪里啊 下面我来教大家 这种水培法的关键点 就在于加水的量 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这个水位呢 可以一直往上加加加加加加 一直加 一直可以加到呢 贴近这个盆底 里面的盆底 但千万不要把整个蝴蝶兰的根系 没过啊 没住它 如果我们水呢 加的过多 下面我来加水啊 如果我们的水分加的太多了 把整个蝴蝶兰的根系泡在里面 那么根系会马上的腐烂的啊 比如说这样啊 举例子来说 我们把它放进去 你看 它如果说长期这样浸泡着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倒出来 再放 你看 一定要让它的盆底跟水面 保持一定的距离 它后续长出的根系 可以长在水里 但绝不能把它里面的这些根系 全部泡在水里 这个就是水培养护的关键技巧 那很多花友会问说 像这样水培蝴蝶兰 我需要给它换水吗 我告诉大家不需要 只有等它的水分蒸发之后呢 加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它换水 所以它养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花友会问 那我施肥的时候 是施在水里呢 还是施在水台上呢 那我教大家直接施在水台上就行 很简单 用那种复合的颗粒肥 缓湿肥 丢几粒在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就能起到施肥的作用 不需要特地施到水里 因为容易污染水质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养护 就可以达到一个 简便养蝴蝶兰的目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